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著小说用文字描绘出的奇思怪象 就已经看的人欲罢不能 如今搬上大荧幕想必更加精彩 现实与虚拟交织为大家打造出 瑰丽庞陀的故事背景 预告片中时空虚实交错 场面恢弘大气 天马行空的想象让这部电影充满了质感 无论是宫殿 特效 辅导画都非常优秀 质感满满 同时打斗场面也十分精彩 节奏紧张刺激 悬念丛生 剧情跌宕起伏 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转换大大有新奇 刺杀小说家平队 之前他在长安十二时辰中 他饰演不良人张小静 杀伐决断有勇有谋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在刺杀小说家中 从预告片来看 他有很多激烈的打斗戏和追逐戏 看着就很然啊 杨密在影片中扮演的则是大老图林 影片里的风格 酷萨欲解未十足 让人看到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他 杨密在这部电影里 抛掉了一贯的偶像包袱 有好几个镜头为了配合人物形象 几乎看不到妆容 反谱归真 用最真挚的演绎打动观众 比如说这个镜头里 杨密撑着一把黑伞 独自在雨中行走 黑衣黑帽将气氛压得深沉 而杨密发污的纯色 则为画面多增添了一分故事感 毫无气色的面颊 净显影片质感 要说到杨密在这部戏里最大的看点 莫过于精彩分层的打戏 动作专业到位叫人佩服不已 尤其是这个潇洒的后空翻踢腿 抬腿的姿势干净利落 丝毫不拖泥带水 臂直修长的腿直直在空中 划出半圆 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 而这个飞扑插刀的姿势 也是无比帅气 在千军一发之际 力往狂澜 直接飞扑到敌人身上 双腿跨住对方肩膀 将其固定 左手压住肩膀 右手拿刀 刺进身吓人胸膛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杨密似乎想靠这部戏挽回口碑 不仅在动作戏上花了功夫 表演上更是用了不少心思 这段眼神戏虽只有短短几秒 却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垂眸抬眼一个斜刀过去 狠令模样 让人看了瑟瑟发抖 在早前发布的预告中 杨密身穿一身白色西服 目中无人的霸性模样 就引起了观众很大好奇心 红唇雕烟的镜头 更是成为了经典画面之一 鸟鸟烟雾遮住小半张脸 眼神里的精明与狠浪 展露无遗 事实上 杨密这次打戏 能够如此精彩 也是情有可原 在之前曝光的一些花絮中 可以看到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实则需要杨密花费十倍的耐力与努力去完成 动作戏最耗费体力 也相当容易发生磕磕碰碰 而杨密这次一直千里轻微 一遍又一遍去尝试 这才有了大家看到的流畅大戏 真是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纵观杨密这些年的作品 不难发现 其实这并不是杨密第一次出演反派角色 她在很多影视剧里都有黑化的戏份 并且她还有很多分世多绝的角色 比如电影《逆时营救》中 杨密饰演为拯救儿子 在不同时空 穿梭与恶势力搏斗 并不断黑化的母亲 这部电影里因为时空穿越 杨密饰演的母亲有了不同的形态 黑化后的母亲尤其带感 还有在电视剧《扶摇》中 黑化的扶摇 黑化的扶摇没有一句台词 一个眼神就把黑化后的狠辣果掘表现了出来 在剧中台奉献了一场黑化争鸣的炸裂表演 把人物的恨绝癫狂都表现出来了 杨密这两年来屡次被质疑演技不佳 三十佳的年纪还在古装偶像剧里谈情说爱 尽管收拾不错 但是与其成为人民女演员的初心似乎被倒而驰 这几年杨密作为顶流大花一直兢兢业业 对事业非常积极进取 她也一直往电影圈发展 不过之前的几部作品口碑都不是很好 比如《逆时饮酒》 《我是证人》 《小时代》 以及《半丑出演文艺片宝贝》 虽然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 但是看得出来 杨密有想要挑战和突破的心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并不是坏事 随着年纪渐长 作为女明星更是需要一两部出圈作品 磅身力压外界留言 期待杨密这次能够破茧成结 完美蛻变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你喜欢杨密吗 期待她的新电影吗 欢迎关注全内娱乐 我们一起在评论区去聊聊吧